房子说要组的 那我们不是房子新的吗 里面是空空的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 里面的装潢 我们不能去申请 昨日有约发问新北市 圆明局的官员到期 希望让居住在新北市都会区的族人 能够了解市府的工作 也了解族人需求 举办和族人面对面的座谈会 来参与的民众在会议上 直接表达许多在相关福利上 申请的问题 包括中地收入户老人 补助装置假牙 老人年金申请遇到的问题 也有不少民众提出 对市府政策上的建议 就是新北市政府第一次举办这样和族人面对面的座谈会 第一场就举办在中和区公所 新北市圆明局长杨欣怡表示 座谈会中族人的建议都将会改进 这除了能够让社区的族人凝聚感情之外 更希望能够主动了解族人的需求 这种面对面的座谈其实是可以解决非常多的个案 有些原住民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那透过一对一的这样交谈 面对面的提问 那我们可以及时的把真结点给挖掘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现场就把所有的问题给解决 有的时候不是个案 它是通案 那我们透过一个人的提问 就可以解决非常多原住民的困难 杨欣也表示一直到12月底 一共会有16场的面对面座谈会 未来也将会建立新北市都会区族人的手机 简讯资料库 让族人能够快速知道新北市政府的政策 跟活动讯息 记者单位Lulu 新北市综合采访报导